第八百六十集 王爷 我觉得九二小姐的建议不错 凤凰城情况岌岌可危 我们现在必须得赶回去啊 龙一看着对面的战青城 脸色有几分凝重 何况按照玉大人的意思 他来信之时前往墨城的兵力才刚出发 按时间上来算 大兵要到墨城还有些时日 若是凤凰城一战 你真觉得老八这般容易对付 战青城看着龙一 声音低沉得很 这一回攻打凤凰城的人是八王爷 谁也意料不到具体情况 战事一旦开始 顾及的事情太多 根本无暇分心 这事大家都明白 知道自己的说辞没有说服力 龙一垂下脑袋 不敢再多说什么 凤九儿着急 他能等 墨城和明城或许也能等 但凤凰城的百姓等不及了 九皇叔不是比谁都清楚吗 九皇叔 放手让我试试 我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他抬眸一顺不顺的 看着眼前的男人 战青城盯着地图 连看都没有看凤九儿一眼 凤九儿钻到他的怀中 抓上他的双臂 定一眼看着他刚毅的下巴 九皇叔 你也知道 迟早有一日 我要攻回凤族 你这个时候的不忍 只会害了我 知道吗 我始终要面对战事 而且我有这个能力 你不也这样认为吗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脸色各异 不知道心里在掂量着什么 剑衣无所谓 只要能一直守在凤九儿身边就好 乔木也一样 当然对于战事 他比剑衣多了一份热血的期待 雪姑很清楚龙飞燕的性格 而凤九儿身为他的女人 哪怕雪姑还是有担心 却也希望亲眼看着凤九儿长大 凤梨一直没说话 就像这里的事情与他无关那般 但事实上 他心里的痛 没人能体会 龙十一 深吸了一口气 才低声说 王爷 我觉得龙一说得对 九儿小姐的方法 暂时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若是你还不放心的话 除龙一之外 我和其余非龙十二期的兄弟 我不赞同 凤九儿转身看着龙十一 打断了他的话 你以为 八王爷好对付吗 凤凰城 是九皇叔所有的城池的中心 若是凤凰城死守 其他城池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你们的任务很重 明白了吗 冷哼的声 凤九儿再次回头 看着战青城 九皇叔 发布命令吧 凤凰城的百姓 都在等着你回去 战青城浓眉一簇 单掌压着女孩的腰 让他紧贴自己 抬眸对上男人深邃的双眸 凤九儿努力稳住气息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坚定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战青城 感受着他带着怒气的气息 最后连他说了什么 他都有些想不起来了 但至少九皇叔还是同意了 分别总是让人痛苦 特别要离开的 还有自己最不放心的人 要是可以 凤九儿不可能想和凤梨分开 但他要一心一意迎接这场战役 定会无暇照顾他 所以只能将爹爹托付给九皇叔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之时 每个人都坐在马背上 快速前行 凤九儿要去的便是鸭木城 这次曾经有恩于南门戎 也不在启文帝管辖下的城池 两位客官 要吃点什么呀 看着进门的一对年轻夫妻 店小二热情款款地将两人领进店里 一男一女 一脸愉悦地在一张矮桌上坐下 桌子不高 这让高大男子看起来有点窘迫 但他脸上的笑意不减 就像完全不在意这种情况那般 看看请问要吃点什么呀 店小二看着高大男子轻声问道 长得十分俊俏的男子 将随意将挂在肩上的包袱摘掉 递给店小二 哦 我们今晚要住店 安排最好的房间 哎 好嘞 店小二立即接过包袱 小心翼翼地背在肩上 等他想问话的时候 俊俏男子正一脸情深的 看着他身旁无忧无虑的女子 娘子 要吃点什么呀 男子温柔的声音响起 我要吃肉 炖羊肉 冷 女子嘟怒着唇 搓了搓小手 四周看了一眼 女子的目光回到男子身上 抱怨道 相公 你不是说南方天气会暖和点吗 可我还是觉得冷 怎么办 别怕 男子轻身靠近 抓着女子的双手 放在自己掌心 此处 比北方要好 知道娘子你最受不了寒 我才选了南下 不冷 吃饱就不冷了 凤九儿抬眸 对上这双 唯一让自己熟悉的眸 差点忍不住去笑场了 剑衣大侠 被他折磨了几日之后 居然真的变成了一个 很疼爱自己娘子的男人 被剑衣握着双手 凤九儿一点不适都没有 他早就觉得 哪怕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 某男都不可能有任何想法 嗯 小娘子娇气得点点头 相公 我要吃肉 好 剑衣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视线落到殿小二身上 来两斤炖羊肉 二两白酒 青菜 米饭 饭后来一种燕窝 要快 是是是 殿小二立即点了点头 嗯 剑衣焊手 视线便回到凤九儿身上 他没忘记 九儿说过 一个好的夫君 视线 基本不愿意在自己的娘子身上移开 对上某男需要自己称赞的目光 凤九儿给了他一记肯定的目光 才将自己的双手在他掌中抽回 相公 我好饿呀 不急 很快就好 剑衣伸出大掌 将凤九儿散落的长发轻轻捋到他耳后 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 剑衣这好夫君做的都相当到位 再给了剑衣一个赞美的微笑 同样是戴了人皮面具的凤九儿 抬眸看着门口处进来的两名男子 两位公子请进 另一位殿小二 看见有人进来 立即迎了上去 只见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 带着一名相对矮小一点的男子走了进来 哪怕见一名男子不如身旁的友人高大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非凡气息 也是不容忽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